中国地大乌博,南北家常菜的差异还是蛮大的,都说南田北咸,也确实是这样的。 记得多年前我去南方表姐家住了一个星期,那时候我还不会做饭,而表姐厨艺很赞,表姐每天各种花样的做给我吃,菜量不大但很精致,而且几乎所有菜里都会放点糖,让我这个常居北方的人,也有点不太习惯。 而我妈妈是典型的北方妇女,炒菜多油多盐多辣,口味略重,以前在家吃饭不觉得,但初来上学工作,离开妈妈的饭菜多年,自己的口味也发生了变化,略微清淡了些,再回家吃妈妈的饭菜,就会觉得咸辣了。 现在我自己成了家,也需要每天做饭炒菜,因为常居北方,又有孩子,所以我做的饭菜口味较为清淡些,总体还是偏北方的。 家常菜的制作简单方便又快捷,平时带孩子时间比较紧张,快速地炒上几道菜,解决吃饭问题才是最重要的。 分享四道我家最近常吃的家常菜食谱,都是简单易做款,而且营养又下饭,估计大部分小伙伴都会爱吃的,尤其是第一道,口味是国民家常菜,来看看都有什么吧。 肉末炒土豆丝,原料,土豆一个,猪肉馅80克,青椒一个,大蒜,食用油,盐,生抽酱油,做法,一,土豆去皮切成细丝,用清水冲去土豆丝上多余的淀粉,猪肉馅用生抽酱油搅拌均匀,腌制三分钟左右,青椒去紫,也切成丝,打蒜去皮拍扁切碎,二,炒锅上火烧热,放上适量食用油, 把大蒜碎放进去炒香,再把烟果的肉馅放进去翻炒变色,然后把土豆丝放进去翻炒,三,土豆丝翻炒后,很容易就熟了,放上盐翻炒调味,待土豆丝,完成炒熟后,把青椒丝放进去翻炒片刻,就可以出锅装盘了,肉末茄子原料,猪肉馅80克,杭茄两根,青椒一个,大蒜,食用油,盐,生抽酱油, 做法,一,猪肉馅用生抽酱油搅拌均匀腌制,约三分钟,打蒜去皮拍扁后切碎,青椒去紫切丝,切一次切成长条形的段,二,炒锅上火烧热,放少许食用油,把大蒜碎放进去,翻炒片刻炒出香味,再把猪肉馅放进去翻炒变色,然后把茄子条放进去翻炒,三,茄子预热后,表皮会有些变色, 加少许盐调味,茄子吃油,但油太多了又不健康,所以可以加一杯热水,让茄子吃入水分,就会变软了,四,茄子熟后,把青椒放进去翻炒,就可以出锅装盘了,韭菜炒南极林虾原料,韭菜一把,南极林虾200克,食用油,盐,做法,一,韭菜洗净切成小段,南极林虾解冻后,去挤去多余的水分, 二,炒锅上火烧热,放少许食用油,把南极林虾放进去翻炒制熟,再把旧菜断放进锅里翻炒,加入一小勺盐翻炒均匀,就可以出锅装盘了,洋葱炒鸡蛋原料,洋葱一个,柴鸡蛋三个,食用油,盐,做法,一,洋葱包去外皮,切成小块,鸡蛋血壳放在碗里,加少许盐一起,搅拌成蛋液,二,炒锅上火烧热, 放少许食用油,把鸡蛋液放进去翻炒成鸡蛋块,盛在碗里备用,三,炒锅里再放少量食用油,把切好的洋葱放进去翻炒,稍微变色后就可以了,加少许盐翻炒调味,再把炒好的鸡蛋块放进去,一起翻炒均匀,出锅装盘即可,感谢阅读,更多家常美味菜谱,请关注我的摩托厨房吧,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, 欢迎点赞,收藏,评论,转发给更多的小伙伴,如果你有更好的做法想要分享,欢迎留言,一起交流下厨的乐趣吧